第一张命不好的俊尼子小河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 虽然有条铁路经过这儿,可是几乎没有停留的 群山环抱中是一片几十里地的狭窄平原 整个镇子划分成三个村 一条曲曲折折的小河蜿蜒地绕着村落流向远方 这里的山林木葱郁,而且多是果木 我是省城一家贸易公司,常年派驻在这儿的国品收购站的站长 叫王斌,今年二十岁,说是站长 可我手下却只有两个雇佣的本村人 国品收购站是个挺大的院子,东乡是一排仓库 西乡是一排棚子 尚未区分华类的收购物品就堆放在这儿 两乡夹着的三间正房,就是我住的地方 忙的时候,我雇的两个人也住在这儿 我所在的公司是国营正规的公司 本来谁也不愿到这山沟里来住 我因为和上级发生过矛盾,被发配到这儿 再也没提让我掉回去的事 我也懒得打报告,请求掉链 虽然这里的条件没有省城后 一台20寸的彩色电视机,还常常有声眉影的 可是日子久了 我发现我在这里居然可以像个土皇帝 我说过 这里是个偏远的小山村 本地的居民除了土地耕作,满足一日三餐外 几乎就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所以我这个国品收购站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本地吃黄粮的就只有小车站的职工 镇里的干部 还有我 而且他们有求于我 所以见了我 比见了镇长还要恭敬 可是 我同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乡下人不怎么谈得来 除了看看电视 就是看些让人从省城捎来的书 再不就从镇里借些什么 三峡武艺 大刀记 李自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总之是有什么看什么 很少和他们来往 一天上午 我正在屋里趴在炕上看书 忽然听到果棚那边传来一阵吵嚷声 不耐烦地落下书 我走了出去 两个收购员看到我出来 连忙说 站长来了 别吵 别吵 听站长说 几个送仙果来的人也不再吱声 我闪目望去 一眼看到几个吐拉巴基的农民 中间站着的高条个儿 白皙脸蛋 两道弯弯的柳眉 长得很清秀的女人 我走过去 问 怎么了 什么事 收购员莲蓉子 哈着腰产笑着说 站长 您看这两框梨子 我算它四等品 一毛二一斤 它倒还嫌少 你看这妮子雕蛮薄 莲蓉子五十多了 长得瘦小枯干 一脸的旧社会 不过是个人精 最会精打细算 我本来不善言语 有她在 帮了我不少忙 我看了那清清秀秀 脸色战红 一双明亮的眼睛里 含着一抹委屈和执拗的女子 低头看了看她挑来的梨子 黄灯灯的 各大踢跑 水灵灵的 算是一等品也不为过 莲蓉子未免太黑了一点 不过我在这穷山沟里 也靠这种方法 压价收购 像上报时 在海岸一等品价格 从中捞取好处 所以并不想责备她 只是皱了皱没说 嗯 还可以吗 得了 算是三等品 算她二毛五一斤吧 说着又看了 那漂亮女人一眼 希望她会感恩戴德 向我道歉 想不到那女人不识好歹 硬邦邦地对我说 站长 你这话可不公平 我这是上等的梨子 是我男人从南方搞来的树苗嫁接的 这种好梨子运出去 起码一块五角吗 你这家 可不成 我听了脸上一呼 有些挂不住了 冷笑一声说 既然这样 你就运出去卖吧 我这小庙 伺候不了你这位菩萨 说着转向连荣子 说道 以后 她的东西 咱这不说 连荣子哈了哈腰 刺着黄板牙说道 是 是 这妮子不识像 听您的 站长 那女人眼眶里 晶莹的泪花 转了转 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她弯下腰 拾起扁担 纤细的腰枝一扭 将扁担担在了 薛瘦的肩膀上 咬着嘴唇 起身就走了 这女人如此不知好歹 倒把我气得够呛 几个送国子来的农民 谁也不敢接我的花茶 另一个收购员老流氓过来 把我拉到一边 叹着气说道 站长 您别生气 哎 这女人也不易啊 都是家里穷 没办法 她 还是咱们镇 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呢 可惜家里没钱 去不了 哟 我听了心里一震 惊讶地说 是她 陈凤 这凤嫂 是石头她老婆 的确是个苦命人 她连续考了三年 总算考上大学 可以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可谁料 录取通知书还没下来 老母亲生了一场重病 原本还不错的家境 把钱全花光了 通知书下来时 老母亲病死了 老爹一股火 也瘫在炕头上 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只好含泪烧了录取通知书 全心全意伺候 卧病在床的父亲 谁想到有一天 这位十里八乡的大美人 却被人在家里摸上 床给强奸了 女孩子脸皮薄 也没敢声张 可是偏偏肚子不争气 慢慢地带起来 她偷偷找土狼中 用土法打胎 胎势打下来了 可是身体受了伤害 从此不能怀孕了 这样的女人 谁肯要 老爹听到风声 急火攻心 也去了 剩下这么个豆芽似的 娇弱弱女孩子 还欠了一屁股债 是镇里的老官夫石头 替她还了债 她也就感恩图报 嫁给了这个 比她大了二十多岁的老男人 才嫁过去一年半 老石头中风摊在床上 剩下她一个人 还替老石头 拉扯着两个女儿 命真是够苦的 听说她两个妓女 对她也不好 说是她客夫 这都是前几年的事了 镇里人都知道 我也听说过 我想到这儿 无疑地说 不对吧 她今年该快三十了吧 我瞅着 怎么才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老刘叹气道 所以说 红颜薄命嘛 她今年二十八岁 深山玉后鸟 柴屋出家里嘛 她呀 是个俊尼子呢 哎 命不好呀 我呼得想起一件事来 说 哎 这莲蓉子 不是她亲娘舅吗 怎么 老刘低声说道 她这个娘舅 和她家一向合不来 人家说是亲三分相 可她 这也是凤嫂 找几给两个孩子 张罗学费 其实 以前她送东西来 连蓉子都是压价压分量 哎 还不是都忍了 我听了也替她难过 抬头望去 那鲜射的女人身影 担着两筐篱子 艰难地走在山路上 我忍不住 抬腿追了上去 老刘在后面 诧异地喊道 站长 你去哪 我摆了摆手 没有理她 紧着追了上去 第二章 我见犹怜凤嫂 听到脚步声 回头看似我追上来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一双漂亮 明亮的眼睛 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嘴里没说话 我跑得有点气喘 一把拉住了她的扁担 喘着气说 放 放下 凤嫂不解地望着我 放下扁担 我喘晕了气 说 梨子挑回去 按一等品给你钱 凤嫂仗红着脸 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说 咋的啦 我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说 没咋的 按一等品给你算账 行不行 凤嫂怯懦着 不知说什么好 我一看这架势 一把抢过她手中的扁担 把梨筐担了起来 就往回走 凤嫂先是红着脸 跟在后面 然后过意不去地说 站长 还是我自己挑吧 怪过意不去了 我回头看了看 她不堪以我的 隐隐喜悠 那封白柳之式的 苗条身段 说 算了 我虽然没有山里人静大 好歹也是个男人 这点东西 还挑得起 尘缝挽了挽 并边的发丝 不好意思地抿了名嘴 没在吱声 我挑着东西 回到收购站 莲蓉子见了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她的外甥女 什么也没说 机灵的小眼睛眨巴一下 忙接过我肩头的扁担 陪着笑 我吩咐她说 把离子称称 不许压分量 按一等品算 快点 莲蓉子忙麻利地 把筐抬去过了秤 点出一把票子 我点了点对数 边递给她边说 凤嫂一个人持家不义 以后谁也不许刁难她 否则就给我走人 我不理点头哈腰的莲蓉子 向她歉意地一笑 转身往回走 陈凤张了张嘴 又闭上 等我快进屋时 才娇怯怯地喊了一声 站长 我谢谢您了 我回头望去 只见她白皙地塞上 挂着一串泪珠 伸出一双鲜鲜玉手 轻轻适去腮边的泪 心中也不由一软 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后来渐渐熟了 我也常去她家走走 山里人家 没什么地 真是靠山吃山 幸好她丈夫煤炭以前是巧手人 种了一山的果树 山里土地肥 也不用怎么刺弄 老石头见了我 总是没口子弟道谢 倒弄得我不好意思 两口子都轻腻地 叫我小兵兄弟 春暖花开 又是一年 这天 我听说陈凤要上山去挖野菜 便兴致勃勃也要跟去 山野菜蘸将 是我很喜欢吃的菜 可是我根本不认识野菜 加上春天没什么好收的 老刘和连荣子春天 也都放了假 基本不用来上班 我一个人闷着没事做 于是就想上山散散心 其实 也是我很喜欢陈凤 和他一块聊天 非常愉快 他读过书 有文化 长得又漂亮 和他在一起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女人 香气 真的很舒服 山林中空气清新 沉凤石的野菜 走在前面 我就跟在他后面 东走西逛 凤嫂的身子非常窈窕 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修长笔直的一双大腿 可能是长走山路 结实有力 走在我前面 腰枝柳条般 缓缓扭动 很有韵味 当他脉步时 或弯腰摘野菜时 绷紧的裤子 就将他圆润风云的美臀 展示在我面前 那臀部的曲线 是那么优美动人 以致使我总是贪婪地 盯着他的后面看 他白色的衬衫很合体 从两肋到腰 可以明显地看出 疏人而下的收紧线条 再缓缓向下两侧延伸 修饰出动人的胯部 绿绿的草 吐露着春天生命的力量 草地绿油油的 有些滑脚 陈凤忽然脚下一滑 哀了一声 向侧后方滑倒 我就在后面 忙一把拉住他 人是抓住了 可是这一拉扯 扯开了他胸口的衬衣 山里的女人 是不带胸罩的 一只雪白香嫩的丰满 从衬衣里顽皮地 跳了出来 我的手指收回时 擦过了他的娇美肩挺 那种风阴柔软的触觉 使我心里一荡 有点甜甜的感觉 陈凤挣扎着 从我怀里起来 脸红红的 一双明亮的眼睛 看起来像是 蒙上了一层雾气 水汪汪的 极为动人 我看了 不由心中一动 独自生活在 这个枯燥的山村里 压抑已久的欲望 被他娇美动人的神态 唤醒了 手指掠过他的柔软 所产生的爽感 还在我的心中荡漾 使我起念顿起 那不肥不瘦 浑原势中的娇美丰满 形状优美 肤色细嫩 滑滑的 软软的 那样有弹性 感觉上 是我一生中 所见过的 最美丽的一对丰满 凤嫂羞红着脸 手忙脚乱地 拉起一扇 遮挡胸脯的 笨拙举动 使我从心底里 犹然生起一种 爱怜的感觉 他那种 小儿女的胶态 是我在城里 那些所谓 开放女孩 和普通的农村 粗俗女子身上 所从未见过的 我一时情动 忽然紧紧抱住了他 吻上了 他那娇喘吁吁的小嘴 天啊 他的小嘴 是那么湿润香滑 吐气如蓝 一股轻心动人的 女人气息 引诱着我 陈凤惊黄地 用小手无力地推举我 脑袋左右摇晃 躲避我的亲吻 嘴里急促地叫着 别 别 冰兄弟 你别这样 快放开我 第三章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我抱紧了他 动人心弦的鲜修的身子 一边在他夹上 颈上狂热地吻着 一边伸手 在他性感的丰满上揉搓 触感传给我的大脑 一种甜美的感觉 我发疯似的 把陈凤娇弱的身子 推倒在柔软的草地上 陈凤的玉脸 红唇紧挨在 阴阴绿草上 几颗野菜绿芽 被他的呼吸吹动 在他如同银乐般 生辉的翘眉 脸颊前摇曳 我压在他的身上 吻着他每一寸 可以吻到的 慈美肌肤 已经坚挺起来的粗壮 隔着我和他的裤子 顶在凤嫂平坦柔软的小腹上 授欲使我想狠狠地拥有他 进入他 让他为我交迎 让他在我身下屈服 身体的接触 和我坚挺的热力 明显使陈凤的身体感受到了 他的身子一颤 拱起了背 两只手托在我的泪下 试图分开我俩的亲密接触 用颤抖的声音哀求我 小兵兄弟 你别这样 我是有男人的 你是大城市来的人 别 别 我喘息着 在他可爱的身体上摸索着 一只手腾出空来 解开我的裤子 火急火燎地往下吞 跃跃欲试地冲着 凤嫂娇嫩的身躯 一边说 陈凤 我好久以前就喜欢你了 我喜欢你 给我吧 我想要你 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你 这里没有人看见的 你不要挣扎了 凤嫂不再挣扎了 她双手捂着脸 我以为她默许了 黄喜地站起来 脱掉了衣服 直挺挺地 就在这青山环抱的山林中 在这野草鲜花摇曳的绿地上 骄傲地处理着 我趴下去 压在陈凤柔软瘦的身体 去拉扎她的衣服 陈凤细笑地肩膀 轻轻松动着 我拉开她捂在脸上的双手 恶然见到她 已经满脸湿泪 绝望痛苦的眼神望着我 喃喃地说 你也是这样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你也欺负我 看着她哭得 梨花带雨的模样 我的神志不由一清 火气渐消 我愧疚地从她身上爬起来 坚硬渐渐软了下来 陈凤的哭声变小了 她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拿起衣服 急速地穿上 低声说 陈凤 对不起 是我不好 陈凤俏丽的脸蛋上 渐渐涌起温柔的微笑 她坐起来拉起了衣衫 低声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 小兵 你是个好男人 我苦笑着说 好男人 好男人 却连个心爱的女人 也得不到 陈凤修称地白了我一眼 说 还说 我善善地住了口 陈凤整理好衣裳和头发 蹲在地上 把散落在地上的野菜 拾回篮子 我看着她 衬一下风风的饱满 丰满诱人的香腿 暗中咽了口唾沫 暗恨自己 为什么良心发现 否则 现在已经得到她了 陈凤食完野菜 回头看我贪婪地盯着她的身子 不由脸上一虎 有些扭泥地偏过头去 假装没看到 盈盈立起了身子 我按哑着嗓子问她 凤嫂 我们是不是要回去 陈凤咬了咬唇 说 才摘了这么点 就回去 怎么说啊 再走走吧 发生了这些事 我已经毫无兴致忧伤了 点了一支烟 懒懒地跟着她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 实在太累了 恰好看到一条山泉 清澈的泉水 叮叮咚咚咚地流淌着 陈凤也以额头香汗层层了 我俩坐在小溪边洗了八脸 只觉神清气爽 第四章你不嫌弃我 我没有经验 上山穿的是皮鞋 脚上直痛 于是脱了鞋 把脚光在清清凉凉的山泉水里 从脚一直凉到心里去 舒服极了 我忍不住对陈凤说 凤嫂 泉水可凉了 真舒服 你也泡一泡脚吧 她红着脸低了我一眼 神情极为动人 就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 犹豫着 可是泉水对她也极为稀疑 终于忍不住脱下了鞋袜 把一双白生生的脚 进在了水里 她的脚秀气极了 骨肉均匀 脚掌细嫩 肤色白细 露出的一双小腿 鲜柔匀称 清澈的泉水 欢快地流过她的足环 那动人情景 使我不由得又心服气躁起来 我看着看着 忍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注意到了我的凝视 脸颊红润起来 低着头 不敢抬头看我 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 一红秋水式的眸子 映着泉水的流光 波光练艳 我忍不住说 凤嫂 你长得真美 可惜 已经嫁给了一个半老头子 现在还摊在床上 真是苦了你了 陈凤听了 神情有些哀伤 他正正地出着神 忽然垂下泪来 那娇妾的模样 让我大声爱恋 我躺着水 走到他身边 感伤地说 其实 我听了你的事 真是为你感到心痛 老天带你太不公平了 你长得这么美 又考上了大学 本该礼遇月龙门 现在 住在大城市里 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现在 多年来的悲伤和委屈 是陈凤大师常态 他忽然站起来 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 放声大哭 多少委屈和哀痛 已是全都涌上心头 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满腔柔情 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陈凤哭得泪眼迷离 他伤心地哽咽着 对我说 我上辈子 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的命好苦啊 所有的人都说 我是扫把星 是我磕死了爹娘 是我害男人瘫痪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忍住泪 对他说 凤嫂 不 凤儿 你什么都没做错 是老天不公平 是老天对不起你 我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愿意让你幸福 我 我的话被陈凤颤抖的嘴唇 吻住了 他羞炯而声色地 试探着吐出舌尖 一下子被我吸住 小舌头害羞地想缩回去 想不到我的舌头 也跟着钻了进去 在他的口腔内 一阵搅动 两人都望我的缠绕在一起 不知吻了多久 凤嫂才气喘吁吁地 避开我的热闻 对我火热的眼神 有些难以抵挡地垂下目光 娇嫩的脸颊贴在我的胸口上 静静地听着我 砰砰砰的心跳声 悠悠地说 以前 我也想过 考上大学 到外面去 找一个好工作 找一个男朋友 像电影上演的那样 花钱月下 可是 我怎么也想不到 我的命会这么悲惨 我温柔地吻了吻他 白皙嫩粉的后颈 深情地说 凤儿 你是那么可爱 那么善良的一个女人 老天真的是对你太残酷了 我喜欢你 是真的 不单单是喜欢你的容貌 还喜欢你温柔可爱的心 我多么想拥有你这样的女人啊 老天对我也同样不公平 能遇到你 却无缘拥有你 放而听着我温柔的情话 抬起脸来看我 毛子亮亮的 问 你不嫌我被人糟蹋过 不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 我摇摇头说 凤儿 那不是你的过错 不是你的 你不是不祥的女人 是一个可爱的 美丽的好女人 凤儿深情款款地望着我 缓缓低下了头 轻声说 我给你 第五章 羞死人了什么 我没有听清 她娇羞地抬起头 生气地捶了我的胸脯一拳 说 你 你坏 你也不是好人 作弄人家 我呆呆的 还是不明白 问 你说什么 她勇敢地抬起头 和我对视 玉脸上焕发着圣洁的光辉 坚定地说道 我给你 我要把自己交给你 我呆住了 有些感动 有些幸福 有些迟疑 不 不 凤儿 我不该趁人之危 不能 凤儿深情地望着我 娇羞地说 其实 我只是被人强的那一回有过 我 我男人有病 我嫁过来就 就没 我明白了 爱莲地抱紧她的身子 她苗条的身子 是那么柔软娇柔 白皙的脸上 挂着动人的红蕴 那双水汪汪的信眼 楚楚动人地看着我 饱含着爱慕和兴奋 我抱起凤儿轻盈的身子 走到西旁 一从圣子树下 小小的圣子刚刚长成 在绿叶眼影下 是淡白色的 散发着果实的清香 凤嫂窈窕动人的身子 被我放到树下平滑的石板上 阳光从枝叶上 映射下来 风吹动之夜 斑斓的光影 俯弄着她 婀娜动人的身子 白衬衫被我刚刚亲吻时 挣开了两颗扣子 乃白如玉的娇美山峰 若隐若现 凤嫂温顺地躺在石板上 娇羞无限地望着我 她生命中 可能真心爱过的 第一个男人 我伸手去解她的衣裳 凤儿只是紧张地 抓了一下我的手 就放开了 两手去遮挡自己的眼睛 在她温柔地配合下 我脱去了她的上衣 多年的辛劳 使她的身体有些先手 先腰盈盈一握 没有成年女子那种风雨感 但是皮肤却是光滑如玉 浮上去细腻芬芳 那对曲线娇美的山峰 在我的腐弄亲吻下 很快地坚挺起来 两颗尖尖竖立着 飞红色的 娇嫩无比 我把双手环抱着 缝儿的细腰 温柔地在她细腻光滑的 后背上腐弄 嘴唇在尖尖上抹撒着 凤嫂喉中发出紧张的颤音 浑身的肌肉 仿佛都在我的腐弄下绷紧起来 可是 她只是顺从地任由我腐弄 既不反抗 也羞于配合 那柔柔地 温顺的表情 使我更加爱惜她 我的双手 从她两侧腰部的细软处 像平坦的小腹划过来 伸手去解她的腰带 当我向下吞下她的裤子时 凤嫂脸红似火 羞不可疑地阴鸣一声 柳腰一扭 偏过了身子 半趴在石板上 把她火烫的脸颊 贴着凉凉的石板 羞目微斌 不敢言语 我顺势把她的裤子 一起向下一扯 直退到脚下 两条白生生的粉腿 立刻羞涩地纠缠在一起 姿态撩然 那浑圆的粉腿 圆圆的 白白的 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呈现在我的面前 无处藏身 我被缝儿的美丽惊呆了 那美丽丰盈的 臀部曲线流畅 优美动人 两扮诱人犯罪的 可爱臀部 夹得紧紧的 使我无法一窥内力究竟 我的手一摸 她的身子 就像电机式的一颤 光滑的脊背 一下子弓了起来 使她美丽的臀部 更加突出 我忍不住在那嫩粉的翘臀上 轻轻拍了一几 果然 凤儿发出一声柔美的娇银 羞红着脸 扭头看我 羞大大 风情万种地道 你 你这坏蛋 你戏弄我 我笑盈盈地压在她 光滑柔润的身体上 柔声说道 凤儿 我不但要戏弄你 我还要占有你 和你融为一体 她羞地捂着脸摇头 轻叫 哎呀 快别说了 羞死人了 当她的身子 被我翻过来时 那总是含着一丝哀怨 和忧伤的翘美面旁 此刻 却红云满霞 眉梢眼角 荡漾着温柔的春意 第六章生平 头一次第六章 当我拉住她的小手 让她握住我的肩挺时 那柔嫩的小手 仿佛火热烫了一下 她睁开眼 只望了一眼 马上又紧紧闭上 热乎乎的气息 喷在我的脸上 我亲吻着她的小嘴 俯弄她皆是 富有弹性的丰满 而富尔也一直闭着眼 我嬉嬉笑道 在她耳边说 芬儿 哥的尺寸还满意吗 陈凤红夫妇的脸蛋 似乎要浸出血来 她咬了咬唇 不敢搭枪 我知道 她虽然嫁人都好几年了 其实只有过一次经历 还是被人强迫的 这方面的经验比我还少 所以也不抢逼她 只是我已经无法忍受了 进入的那一刻 陈凤双手一下子 搂住了我的后腰 发烫的脸颊 贴到我的胸口 被温暖包裹的感觉 是那么的舒爽 我只觉得魂飞魄散 陈凤哼吟细细 似乎非常享受 那婉约的交态 也使我激动万分 美肤曼妙的身体 竟显媚态 刚刚几下 我只觉得 魏追骨一锦 一股狂热的激流 完全释放 我抱着陈凤美丽的身体 心中一阵傲丧 本想让陈凤尽情地享受 男女花爱的乐趣 我也好好享用这美妙的身体 谁料想 可是出场爱果的陈凤 显然并不明白 我缴械了 她在我的爱抚时 已经极为满足 并未尝过爱的巅峰 事实上 她单纯地以为 女人的身体 只是为了取悦男人 只要让男人一泄千里 就已非常幸福了 所以 她没有称怪我的意思 反而在有了如此亲密的接触后 彻底放弃了女人的矜持 她温顺地搂进我 满足地把头贴在我的怀里 轻轻吻了吻我的胸口 甜甜地说 冰 姐姐第一次和心爱的男人做 原来这种事实这么美好 我尽情地享受着她的温存 苦笑了一下说 放儿 嗯 陈凤仰起脸来 柔柔地向我笑 怎么了 我 其实我刚刚进去就 就秒了 还 还没 你也不舒服吧 陈凤单纯地摇摇头 含羞地说 不会啊 我从来没试过这么舒服 你 你真好 说着 又紧紧抱了我一下 我这才发现 原来陈凤对这种事 根本是单纯如一张白纸 什么也不懂 简单的爱抚 已使她极为舒服满足了 我抱着她 侧身躺着 爱不释手地 在她又圆又大 又富有弹性的美臀上摸着 尤其喜欢中间的裂缝 那滑腻的 吹弹得破的肌肤摸在手上 舒服极了 显然 陈凤感到非常舒服 这么温柔 而充满爱意的腐弄 使她的芳心里 更加爱我 我发现 陈凤对男女之事 根本不懂 心中灵机一动 有些失望地说 可是 我一点都不舒服 心里挺难受的 陈凤秀气地脸上 欢愉的神色 一下子消失了 她有些紧张 又有些歉疚地看着我 低下头痴痴地说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好 我的身子不能让你高兴 伤心的泪水 顺着白嫩的脸颊流下来 她以为自己不能让男人感到满意 又是自卑 又是难过 刚刚升平头一次 这一成熟 漂亮的美妇 初次体会道性的魅力 和男人对她的关心和爱护 她以为我也嫌弃她 要离开她了 那种常年生活在苦闷中 刚刚见到一丝曙光和希望的芳心 还未绽放开来 又再度枯萎了 第七章容易满足的女人 我见她楚楚可怜的翘模样 心中十分不忍 赶忙接着说道 不是的 其实你很美 很可爱 只是 你做得不太对 所以 陈凤暗淡下去的眼神 仿佛见到了光明 再度明亮起来 她亮晶晶的眸子 迫切地望着我 问 小兵爹 我什么都不懂 你能不能 教我 说到后来 声音越来越小越细 已经细不可问 我心中暗笑 一本正经地对她暗示道 凤嫂 你舔过棒棒糖吧 其实你应该先这样再那样 这样我们两个都会很舒服的 我教你 凤嫂俏脸一红 为难地看看我 害羞地巧声说道 怎么能吃的 我板着脸说 这你不懂 结了婚的夫妻 都要这么做的 你以为只是方才那样子吗 凤嫂咬着下嘴唇 一口洁白的整齐的牙齿 自红润的嘴唇间露出来 交代可居 痴痴爱意地说 可是 你又没结婚 你怎么知道 嗨 这女人也不傻吗 我说 听别人说吗 你以为男人在一起 什么话不敢说 再说我看的书多 书上也写得有啊 凤嫂明显地相信我的话了 她漂亮的大眼睛 又想看 又不敢看地 瞟着我的下身 慢慢伸出手 那种感觉 是我从未想象到的美妙 我是真的爱上了她 我拉着她 来到了刚才的石板旁 觉得刚才在石头上 有时动作大了 膝盖会痛 就拿了我的衣服 铺在旁边的草地上 让她躺在上面 凤嫂乖乖地任我摆布 柔顺极了 这么个美丽多情 风姿绰约的俏丽美妇 对我言听计从 我心里充满了满足感 凤嫂羞涩地躺在草地上 压在衣服下的草精 不够平滑 她轻轻蠕动了一下身子 那柔腕动人挪动的样子 可爱极了 凤嫂娇拥无力地 瘫软在我的身下 娇喘哼音 乌黑秀丽的长发 散乱地扑在草地上 妖艺而美丽 俏丽的脸 单向一朵脱俗掏尘的 深谷幽蓝 散发着芬芳的气息 当我把它翻过来 要它翘着臀 跪在草地上时 它已经神志恍惚了 茫茫然顺从了我的摆动 温顺地转过身 跪在草地上 脸趴下 轻轻贴着衣服枕在上面 细细地柳腰 为了使臀部高昂 而沉了下去 那浑圆的 炫目的 柔软凤银的臀部 展示着惊人的美丽曲线 高耸的圆秋中间 优美的弧线的沟壑 让人心荡神痴 我凑过去 贪婪地印下一个个文 仿佛那是可以让人 踏入仙境的盘头 凤嫂茫然 已经感觉不到我的举动 否则这样亲力的爱抚 一定又可以使她 娇羞赦然了 我挪到凤嫂白皙又滑 封印美妙的臀部后面 让自己的小腹贴上去 感受那份嫩滑柔软 和肌肤的弹性 她的美臀 由于在草地上压了很久 所以 被衣服的褶皱和草精 在她白嫩的肌肤上 印下杂乱的硬痕 红红的硬痕 使她像个被鞭斥过的美貌奴仆 无奈地挺着美妙娇好 承受主人的欺辱 凤嫂的娇躯温润如玉 下肌肤更是吹弹得破 大腿内侧的嫩肉 像凝脂豆腐似的细软 这样晶莹润滑的皮肉 就是省成那些 每天往身上 脸上涂抹各种 高价化妆用品的女人 也没有的 她虽然是农民 可这里无地可重 每家开的几亩山田 根本不需太多的劳作 她嫁人前专心读书 嫁人后 家里又是靠山林果树吃饭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加上她本人 先天肌肤白皙 不含多少黑色素 才在这秀林清水的郁郁下 产生这般美妙的身材 加上山里人 整天临终 山坡上行走 肌肉结实而有弹性 那是何等曼妙的享受啊 山风徐徐 知影摇曳 曼妙的女人 以诱人的姿势 贵附在我的面前 任由我长腔驰骋 她的嘴角 带着甜甜的笑意 舒心地趴下了 我也随之爬府 在呼呼的喘气声中 交流着我们的心声 当我翻身仰躺在她身侧时 她甜蜜地揮到我的怀里 初次得到充分满足的快乐 是她把身心都彻底地交给了我 把我是做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她甜甜地笑 轻轻吻着我的胸膛 难难地说道 原来 那种是会这么快乐 她的眼睛放着光 是的 从这一刻起 她不再是个清心寡欲的悲伤女子 她有了爱 有了我 我捧过她的俏脸 和她温柔地互闻 互相倾诉着绵绵地情话 这一刻 她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自己受过多少不幸和痛苦 多么容易满足的女人啊 第八章 要是被我男人看见 我摸着她鲜柔的腰枝丰满 爱不释手地沿着她优美的曲线浮沫 温柔地问她精力的注视 当我问到她被强的事实 她的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 我爱怜地俯着她的脸颊 轻轻地说 你既然把我当成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 还有什么伤心和痛处 不能让我和你分担呢 我没有嘲笑 鄙视你的意思 真的 凤嫂温顺地像个小白眼似的 让我抱紧了她 痛苦地诉说了那个 她永远难忘的痛苦之夜 我万万没有想到 她竟然知道 那个男人是谁 更加没有想到 那个畜生竟然是她的亲舅舅 竟然是莲蓉子 我惊呆了 怒不可 恨不得去杀了那个混蛋 反而是凤嫂拉住了我 她已经认了命 她不想张扬这件事 让自己的母亲 和年过七旬的外婆 也抬不起头来 这善良的女人 真的拴住了我的心 我想 我是真的爱上她了 下午 我们回到了她的家 老石头热情地挽留我吃饭 我舍不得俊俏地奉扫 加上以前也常在她家吃饭 就留下了 自从那次我吩咐 要特殊照顾她家以后 没人敢在客扣 她家卖的果物数量 等级 她家里果树又多 现在日子富裕了不少 以前为了支应两个孩子读书 凤嫂每天做的饭 连点肉心都见不到 现在也时常买些肉食 我想 老石头对我十分热情 除了山里人本来的朴实 也有这个原因在内吧 上午刚刚和凤嫂 在山里共赴巫山 此刻见到 她那摊在床上年纪 足以做她父亲的丈夫 心中还是有些愧疑和不安 所以只和她聊了几句 就转身出了礼物 凤嫂正坐在外边灶间 舔着柴盒 她方才进屋 就心虚地 没敢正视自己的丈夫 匆匆地忙着忙娜 然后跑出来做饭了 看到我出来了 目光灼灼地 盯着她的翘脸 凤嫂脸上一红 低下了头 不敢看我 只是不停地往灶间里塞着柴盒 红红的火光 映着她翘眉的脸 令我十分陶醉 我走过去 拿了个板灯 和她并肩坐 她脸更红 风耸的胸脯起伏不定 神情有些不安 看着那含羞的翘模样 我忍不住凑过去 在她夹上轻轻吻了一下 她手中的柴 失手跌落下去 惊吓地压低了嗓音 你 你疯了 要是被我男人看见 我凑到她耳边 她不安地色缩了一下身子 我低声说 她下不了炕 家里又没旁人 安全着呢 你真美 她细白的牙齿青 咬着下唇 可能从来也没人 这样轻易地赞美过她 又是贴心 又是害臊 红着脸没应声 我伸手探进她的领口 去摸她的丰满 软软地 滑滑地 被炉火烤得很热 我心里不由一当 她轻轻推了我一把 我没有动 只是捏着丰满笑 她不敢再推我 只好任我轻薄 渐渐地 她被我俯弄得情动 媚眼如丝 忍不住身子 酥软地靠向我的身上 我忽然想到 这场景有些熟悉 忽然想到在城里时 向人借过一套 金瓶梅 西门庆挑逗潘金莲 大概就是如此吧 挺好一个妇人 就这么变成了荡妇 不由轻笑了一声 凤嫂睁开眼 娇称地白了我一下 低声问 你笑啥 我咬着她的耳朵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又轻薄地在她耳边 尖铁了一下 凤嫂身子一颤 脸一下子白了 我没想到 她这么不惊吓 想到那二位先贤 的确没什么好下场 而且 凤嫂这么一笔 好像我心里 轻视她是个荡妇似的 难怪她不高兴 连忙软语温存 总算哄得她展颜一笑 我把她抱到我膝上 她扭泥了一下 正不过我的坚持 就顺从地让我抱到怀里 两个人边做饭边温情 这顿饭可算做得香艳极了 第九章 为所欲为山里的学校 下午放学走 天阳还挂在山头 老势头的两个女儿 石花和石美就回来了 石美姐妹俩 一个十四 一个才九岁 都在镇里上学 石几里山路 每天跑来跑去 石花身材发育的 已经像个大姑娘了 翘脸蛋微微有点黑 但是浓浓的眉毛 挺翘的鼻子 风润的嘴唇 灵动的眼珠很动人 小胸脯已经有些含苞欲放 小腰脂鲜软动人 轻盈的小臀部 一双笔直的腿 简直可以把那条 碎花布的裤子撑破 两姐妹和我很熟 见了 我都亲热地叫我叔叔 其实她们两姐妹 不像外面传的那样 对凤嫂这位姬母 如何刻薄 只是平常很冷淡 不爱说话而已 见到她们回来 我们两个人早已分开了 凤嫂还娇羞地瞥了我一眼 看到我盯着石花的背影 眼神有点发直 单纯的凤嫂 却没想到 我是被那少女的 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子 吸引住了 奇怪地问我看什么 我盲之恩说道 哦 石花也带了 那条裤子 穿了好几年了吧 也该换一换了 凤嫂悠悠地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想过 把我的裤子改了一条给她 可是 她不肯穿 我皱了皱眉 说 这孩子 她娘是和丈夫怄气 她拿钱给婆婆用 赌气和农药死的 和你又没什么关系 你上门以后 全靠你维持这个家 她怎么和你这么生分 凤嫂黯然不语 我气愤地说 我去说说她 凤嫂忙拦住我 慌张地说 别 别 要是你说她 石花会以为我说她坏话 以后我更没法做了 我也叹了口气 默默无语 一起吃完了饭 可口的野菜 唇齿留香 加上我想起 那是我和凤嫂 结下情缘的幸福 吃得很香甜 饱饱地走山路 胃会疼 我就在院里散散步 山里人家 庭院大得很 足有半亩地 前院种的些蔬菜 青椒 大葱 还大了个鸡棚 一个带盖的木栅栏里 堆着干干的玉米棒子 后院就更大了 种的玉米 已经半人多高 三十多笼玉米地后面 一排离子树 杏树 旁边是个猪圈 原来是空着的 我帮了他们家后 宽育了些 才买了三头小猪仔 养在那 树后就是 雷起的高高的石头墙 猪养在这儿 不怕被野层叼了去 贴墙 还搭了个汉侧 我闲逛了会儿 被石花叫进 乌帮他解答了一道数学题 看两姐妹很认真地在做作业 和老石头说了声 再溜会儿就回家了 告别一声 到了院子里 看到凤嫂仙腰上系着围裙 两只袖子挽起来 露出一截白皙袖起的手臂 正端了一大盆猪石 往后院走 心中一动 见四下无人 色星顿起 忙悄悄跟上 玉米地里 一条窄窄的小径 我捏在后面 见他走到猪栏边 将猪石倒进猪石槽 翘起小嘴 啰啰啰的招呼桌 过来吃食 几只小猪摇头摆尾地跑了过来 我看到他拿个木棍 弯下腰搅着猪石 那浑圆风银的美臀 向后挺起 圆弧形的优美曲线 动人极了 我忍不住轻轻地走过去 一把抱住了他的心腰 凤嫂一惊 木棍掉进了猪槽 他挣扎着扭头一看 是我笑嘻嘻地看着他 翘脸一红 低声说 你咋还没走吗 我笑嘻嘻地说 我还没轻够你呢 怎么舍得走呢 凤嫂对我的调笑当了针 羞急地跺了跺脚 担心有人看见 忙扭过头来 吐出小舌尖 飞快地在我嘴上吻了一下 哄我说道 好了 听话 你快点回去吧 我被他天真的举动逗笑了 一把抱起他柔软温暖的身子 拖到了一棵离子树后面 繁茂的枝叶 浓密地可以遮住一切视线 我兴急地开始解他的衣服 他羞窘地说 小兵地 你说轻轻的吗 又干啥 我一把抱住他 把他苗头的身子搂在怀里 亲吻他的嘴唇 嘴里说 别说话 我太爱你了 再做一次 好吗 再来一次 我就走 好不好 凤嫂又羞又怕 在家里和我怀疑的罪恶感和恐惧 使他张黄地躲避着我的亲吻 但是他被我抱在怀里 又能躲到哪 终于被我捉到了他的阴唇 吸住了他甜蜜的小舌头 他起先闭着唇 抗拒了下 但是被我一手握着丰满 一手还着腰 渐渐轻热 无可奈何地张开嘴 任我的舌头伸进去 追逐着他的香舌 搅弄着他的唇齿 身子渐渐缩软在我怀里 任我为所欲为了 我亲吻了一会儿 匆匆吞下裤子 我急促地说道 凤嫂 再来一次吗 凤嫂向树外面看了看 温顺地蹲下了身子 满心以为 每一对夫妻都要这样 所以非常认真卖力起来 凤嫂发丝凌乱 眯着眼睛 眼神迷离 俏丽的脸蛋上一片红润 饱满充实感入侵的一瞬间 我喘着粗气 贴到凤嫂的耳边说 凤嫂好热 你舒不舒服 他眯着眼睛 十分享受 可是嘴里却说 啊 你快点吧 我出来久了 回去会让人怀疑的 我见他此时 还满怀心思 挂着十家一家人 心里醋意顿起 两手从夜下伸过去 握住了他娇美的丰满 腰部加快了力度 许久 凤嫂才匆匆提起裤子 满脸红浴 温言软语地说 好了吗 如此温顺可人 善解人意的女人 使我心中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我轻轻在她夹上亲了亲 说 嗯 凤嫂 我走了 下一次 我一定让你更舒服 他抿着小嘴笑了一下 探头向外面看了看 才娇嗔地打了我一下 说 坏蛋 就会欺负我 不理你了 以后 我经常陪凤嫂上山 不只是采野菜 也没有告诉老师的 凤嫂来战里卖水果时 也常常称快下班时才来 称了水果 她总是假意离开 等我打发了莲蓉子和老刘离开 就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在我的大炕上 两个人疯狂地缠绵 每次临走时 她总是麻利地 帮我收拾好屋子 做上可口的饭菜 虽然她不住在这里 但是在她心里 已经把我当成了亲爱的丈夫 在我心里 也已把她当成我可爱的小妻子 我们俨然过上了 幸福恩爱的夫妻生活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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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